行易禁,諸位,就是維繫的生命已經已盡。諸位,維繫的生命已經就了生死了。 但是外道還掉進最維繫的第八十。諸位,生命已盡很了不起。 問題出在哪裡?問題出在於智慧沒有剝弱的智慧不夠,只有定力夠。 所以正阿羅漢國,享音已盡,到最後,並易生死。 就是行音,還有四音,問題出在哪裡? 外道的定力有時候很深,可是他沒有佛的般若智慧。 主要,外道的定力只能服煩惱,沒辦法斷煩惱。 也就是,沒有佛教導的般若智慧,是沒有辦法斷煩惱出三界的。 佛一再地強調,解如木,行如主。 換句話說,一個佛弟子,應當聽佛的指導,他才有辦法徹底地斷出煩惱。 要不然你只有修三昧的話,到最後,就會落入外道的觀念。 要不然行音已盡的外道,已經非常了不起了。 為什麼還會掉進去四音,最極維繫的生命? 問題出在哪裡?問題出在沒有佛的教導。 就是自己硬闖,自己搞,自己想,自己對。 到最後,修學佛道,就變成外道。 簡單講,會變成外道,就是沒有善之士的指引。 鋼閉自用啊,人家勸怎麼樣講,都不聽。 我就是要這樣做,誰講也沒有用。 那麼只有三昧力,就是外道的三昧力,行啊。 但是卻沒有佛的證件。